万荣湘红叶部落日前举行部落会议主席改选爆发争议后 今天上午不少民众在部落活动中心举牌抗议改选过程舞弊 另外招到前部落会议主席也是现任村长吕民坚报警提告的村民李鸿宜 在今天道案说明之后表示也将对村长提告维护自身的权益 保证部落会议 保证部落会议 建立部落赃成 建立部落赃成 万荣湘红叶部落日前举行部落会议主席改选却爆发争议 部分村民向湘工所递交澄清书指选举过程和结果舞弊之外 今天上午也特别在活动中心举牌抗议表达不满 不是红叶村民的也可能去投票 这个是程序上可能都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谁当选都没有关系 但重点是程序要正常 我们讲的程序要正常 这种签到172人结果开票208人 你们硬要说他是当选有效来讲的话 那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 那我们国家还有什么法律来规范我们 以后都你们自己一言堂就好了 那我们就我们其他只要有声音有质疑的人 你就来告我们 当然我们是不认同 因为他的签到人数 跟他投票的人数是差距这么大 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是工所那边上礼拜已经有下来 就是针对这个事来做一个就是了解 那我就等工作的公文下来做 看工作怎么认定 如果说无效就是无效 所以无效的话可能就会重新改选这样子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啊 石渡卫的村民除了举牌抗议 提出选举无效 以及要求制定部落会议章程等诉求 另外前部落会议主席 也是现任村长吕明坚 因为这次部落会议主席改选争议 不久前愤而向村民李鸿宜提告事件 今天道案说明的李鸿宜表示 也将裁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 因为我觉得我个人的权益也是相对的 也是受到了侵害 因为在我提出质疑的时候 你一直不断推击我 这个录影跟现场人证都有在啊 对啊那我觉得我的权益也受到侵害 然后再来呢 他大声的跟人家说我喝酒醉 那我觉得这是妨害到我的名誉为什么 因为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喝酒的人 那你这样说我喝酒醉 是要合理化我的这个所谓质疑的行为吗 对不对 那你这样也对我造成一种名誉上面的伤害啊 这个方面已经是在走程序了 我就不方便做一个回答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如果后续 针对部落主席改选 却引爆过程及结果无弊的争议 相公所也提报原民会调查厘清之外 对于村长与村民互告 双方态度都相当坚定 并表示一切都交给司法处理 记者是玉兰万荣采访报道 好 好 谢谢观看